我们知道,很多食材一袋发芽了以后就不能吃,就好像是土豆,红薯等等,这些一旦长芽了,请立刻丢掉吧,一点连心也不要给,但也有一些食材,是因为长的芽而变得更加美味,有营养,好比如黄豆,绿豆,或者是花生等,今天要说的就是花生发的芽,这发芽就相当于发芽,营养大爆发, 女士们对她知之若物,因为瘦身养颜,下面一起来看看,文老虎头上的兔子,一,花生芽的营养,昨天在菜市场看到有花生芽卖,一盒盒的,没搞精华,问了价格是5.5元一盒,我是知道它的好处,但从来没有吃过,二话不说的买了一盒,花生芽就是花生在一定的环境下发出来的芽, 不是因为没变而来的,所以大家不用大惊小怪,那是营养颁配,绝对不是有汉物质,花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我们知道,而长出的芽会把花生的蛋白质转化成胺基酸,那就更加异于人体吸收了,除了这个,最有爆发力的还是白鲤卤的含量,你还没有长芽的花生,要高出5的以上, 要知道,这白鲤卤有抑制矮细胞的作用,同时还能降血脂,缓衰老,保健和美颜,与一身的好物,营养价值非常的高,不但是这样,变形入境以后,还能把体内的油脂转化成热量,从而达到了消去减肥的效果,是各位瘦身人士的减肥良药, 可以长期使用,除了上面的辅助作用,它本身营养丰富,胃蕊,蔬菜之手,含有多种的人体所需的胺基酸和微量元素,用排毒养盐等等的功效,被称之为网绣骨牙 所以,二话不说的,我买了一盒回来尝尝,不管味道如何,就想吸收吸收它的营养,下面来看看花生芽做成的一道家常菜,烧肉炒花生芽 二,烧肉炒花生芽的做法,准备食材,烧猪肉,花生芽,广豆这里比较流行烧猪技术,就算不买一整只猪,也会买上一大块的烧肉一起 所以,清明过后的几天,一直在清理这些烧肉 刚好在菜市后,买了一盒的花生芽,突发奇想的想一起炒了,这味道一定错不了 烧肉切成小块,花生芽经过浸泡一会,再了解冲洗便可以了 红色的花生芽不用去掉,内肥银很有营养的 炒锅肉油,一点油,应该烧肉本身带肥肉,开小火山炒山虾 让猪肉稍微炒油,然后下花生芽翻炒均匀 差不多的时候,撒入少量的盐花,再浇上少量的水,盖上盖子小闷一会 这时候记得开小火不要烧糊了,这花生芽很容易就熟了 大概闷一分钟吧,掀起盖子掉入酱油,翻炒均匀以后就可以关火了 这花生芽还是第一次吃,味道很不错,芽很嫩很脆 并且味道很甜,吃起来的有一种高级的感觉 非常棒,花生头也很脆,不过还是觉得芽好吃多了 这菜发芽就相当于发芽,营养爆发,女士们趋劝若鹜,因为瘦身养颜 贵了贵一点,倒很值得 你们说是吗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贴近留言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